大家好 歡迎收聽4月9日安播足球發信 曼聯踢館愛華頓 在今天星期六晚上 映超上演本輪早場賽事 到時愛華頓將駐場迎接曼聯 愛華頓目前狀態非常糟糕 過去六場各項賽事遭遇了五場失利 而且最近三連敗失球數持續上升 面對近年難以戰勝的曼聯 愛華頓肯定無力振作 在之前愛華頓結束的一場補賽中 以客場2比3不敵互級競爭對手搬離 輸掉了價值6分的比賽 目前愛華頓在英超賽場29戰獲了25分 但排倒數第四 只是領先同樣是29戰獲了24分的搬離1分 呼吸壓力巨大 對於現在的愛華頓 搬離主帥大致看得很透徹 他們是一支在客場不知如何去贏球的球隊 目前英超客場超七成負率應該是最好的證明 對於愛華頓來說 未來的呼吸之戰極其艱難 不理會到本場對曼聯 還有與利物浦的打比戰 扯路士、阿仙奴等強大的球隊仍在後面 無奈愛華頓的狀況令球未十分擔心 最近陸籠聯賽僅取得1勝5負的糟糕戰績 中攻方面仍有閃失 安達迪雖然在上輪梅開二道 不過之前在聯賽連續四場無法入球環 彌彌彌在目 今次愛華頓很難對曼聯造成威脅 陣容方面 後衛帕達臣和中場戴維斯等人因傷缺陣 而曼聯方面 在這個賽季雖然在隱瞞上進行了大手筆的投入 並作出滿碎的舉動 但是球隊戰績依舊令人失望 曼聯目前30輪的戰況 僅僅取得14勝9獲7負的戰績 即51分 排在英超積分榜的第7位 最近他們更是狀態低迷 近四輪英超僅僅取得一場比賽的勝利 還要是拿拿到強勢獲得武指氣化的情況下 英超聯賽已經進入了尾聲階段 曼聯目前落後排名第四的熱刺3分 中間還有阿仙奴、維斯咸 這四支球隊一氣構成了真四集團 曼聯要想獲得下賽季歐冠聯入場券 未來的比賽必須長長爭勝 上一輪曼聯主場1比1與里斯特城戰和 雖然是經過了國家隊比賽的門氣 但是看來球隊的活力還未恢復 不過說到本場比賽 下場作戰的曼聯還是佔據一定的優勢 他們在14場作核比賽中攻入了24球 在進攻方面更具殺傷力 尤其在優戰了一場的朗拿到養精出銳 百惡法在職 所以體號曼聯本輪作客拿走3分 陣容方面前鋒卡雲尼因傷缺陣 多謝收聽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影片 我們是安國足球快信 多謝你的贊同支持 請多謝